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德国 奥地利和斯洛文尼亚共六国的部分地区的山脉 长达1200公里 有着众多海拔3000米上的中年积雪的山峰 例如说欧洲的最高峰 伯朗峰 号称欧洲之巅的少旅峰 以及最蓝登顶的山峰 马特洪峰等等 阿尔卑斯山脉也是西欧自然地理区域中最显要的景观 面对如此壮阔的雪山美景 选择好的观景视角才是让人嗓得痛快 别担心 冰川快车从阿尔卑斯山脉横穿而过 它会带给你全方位立体环绕的体验 瑞士的冰川快车是世界十大顶级豪华列车之一 在列车上我们可以看到景色无死角 其特别之处是在于它的设计 大部分的山顶有玻璃制成 车顶与车身连成优雅的弧度 用一块长方形的玻璃将两者倾斜 所以说在列车上无论你是向左向右看还是抬头仰望 都能看到白茫茫一片辽阔的冰川景观 身心也就随之开阔愉悦起来 关于冰川快车还有一个有趣的别称 世界上最慢的快车 在列车上可以放松原来快生活的节奏 静静地看一看自然风光和我们平时走得太急错过的风景 世界上最慢的快车旅行时间需要7.5个小时 穿越91个隧道 经过291座桥梁 并且穿越2033米高的Operola Pass 并最终到达如留酒般直杀天宫的 瑞士标志系山峰马头洪峰所在的小镇 财尔马特 马头洪峰是瑞士的标志 我们可以看到著名的瑞士三角巧克力 也使用的是马头洪峰的图形 我们可以看看这张有趣的图片 下面我们一起来跟柯南做习题 看看这些诗歌中描述的到底是下雪呢 还是描述的是雪山的场景 这些诗歌它的出处又是哪里呢 烟山雪花大如席 纷纷吹落轩辕台 这是出自于李白的北风行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这出自于陈参的白雪哥送五判官归金 千片万片无数片 飞入梅花总不见 这出自于镇板桥的永雪 山五银蛇 圆池蜡象 这出自于毛主席的庆园春雪 飞起玉笼三百万 搅得周天寒策 来自于毛主席的炼炉焦昆仑 综合上面的这五个诗句 我们知道 最后两句呢 是真正描述雪山的场景 现在呢 我们跟柯兰一起做一下推理题 这其实是明圣诞柯兰中 一个真实的案例 有一对兄弟 最近因为争夺遗产的问题 闹得很不愉快 很久没有见面了 哥哥呢 开了一间酒吧 有一天弟弟来了以后 哥哥就立刻调了一杯 加了冰的鸡尾酒 准备给他来倡议 弟弟呢 生怕哥哥会毒死他 所以就拒绝了 哥哥呢 明白弟弟的意思 于是拿起酒杯来 喝了一大口 证明酒里是没有毒的 弟弟见哥哥喝了一口 没有什么异状 也就没有拒绝他的诚意 接过酒杯 把剩下的酒一饮而尽 但是呢 那就在弟弟喝下没多久 突然大叫一声 就浮在桌面爆死了 这正是秦化甲中毒的迹象 刚刚兄弟俩呢 是喝的是同一杯酒 那为什么哥哥安然无恙 弟弟却当场死亡呢 原因是 哥哥把秦化甲这样一个毒药 夹在冰块里 哥哥喝的时候 冰块没有融化 所以没有中毒 而弟弟喝的时候 冰已经融化 有毒物质呢 进入到酒里 当然就把弟弟给毒死了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克兰讲笑话 大家可以看看这张动图 叫街舞速成 确实啊 我们知道冰面是非常光滑的 摩擦力很小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多多小心 不要滑倒哦 下面我们一起来跟克兰来听音乐 这也是人弦齐的冰力十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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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是自己的虚担 我永远比你是自己 没有人能知道 我发的风格朗朗 从没有的感觉是烧烧 跳着深雪踏 我西方跟着高涨 你我远点不能要抬上 我自由自在飞翔 没有烦恼在想 让自己过得不一样 开大你家里想让音乐为你抓扬 管他什么人不耍 这其实也是康师傅冰红茶的广告 在夏天喝上冰礼石厨的冰红茶 感觉还是会非常不一样的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下午前面的朋友 可以之后